像是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 他印了25万份的春联 上面写着顶格闲亨 就被人家觉得 是不是在挑战2016 因为这闲亨刚好是 这个唐朝某位皇帝 这个唐高宗 他的年号 而他之后继任的就是武则天 有人说蔡英文要挑战2016 一有所指 不过她说大家想太多了 但蔡英文的春联 却是非常抢手 25万份 推不到一个礼拜 就得加营 要民众赶快来拿 因为小英春联真的太抢手 手批印了25万份 显然很不够 电话不断涌入各地党部 推出不到一个礼拜 已经要加营 人气真的比春联纸还要红 反观总统府的舌年春联 一口气也印了28万份 但 据我们的了解 还没有人询问 就是询问度很低 询问度象征的代表着 一个政治人物 他本身的春联指数 他的人气 市议员自创春联指数 要看看哪个政治人物的春联 民众比较愿意挂起来 就代表人气旺 比询问度也要比春联内容 总统府春联 由马总统亲自挥毫 至于蔡英文的春联 红纸黑字写着四个大字 顶格贤亨眼尖的人拆开来看 顶友问顶之意 格代表改革 至于贤亨是唐高中的年号 而唐高中过世后 由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继位 难道蔡英文有意再战 台湾第一女总统吗 社会其实是需要一个 很重大的改变 贤亨的意思就是要凝聚共识 大家一起来才会成功 你会觉得你的魅力依旧不减 不会啦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 印得蛮好的 而且意义也蛮好的 避开敏感的2016话题 强调纯粹是因为 字体均衡有美感 但这顶格贤亨春联的 询问度这么高 也难怪外界有这样的联想 你来新闻这么多 好 感谢观看